台北市警察局长邱峰光因市大运维安势力被调整职务联合报资料照片分享 县市警察局长任命权在中央但不少地方首长欲掌握主导权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 也让理想上因为专业考量的局长派任沾染浓厚政治色彩 警察人员任用条例警监职务由内政部临任且地方制度法规定 仍是警察首长任免因一专属人事管理法 因此警察局长任职属中央掌管 不过依据各县市政府组织条例 警察局长必须接受地方首长指挥监督 造成全责模糊重叠 警政署指出办理警察局长人事案时 设置全国警察机关人事真审委员会决定适合人选 为尊重地方首长实务上会与县市长协商取得同意 再由内政部韩警行政院任命 这次高阶警官调整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满发布前才被告知 其实中央与地方的警察人事大战早有先例 警政署前副署长林国栋被派任台北县警察局长时 县长周习伟批评内政部未经同意强派不准他参加县府会议 新政院前院长游席 警械认为即便警察局长任命中央一条边 争议关键在警政预算被地方把持 包括人事业务装备及勤务 今天还需通过议会审查 且警察人数众多 听口令办事成为县市长最好用部队 以致地方政府及明代处处过问警察人事